今天我们带大家回到Dr.Philip区 带大家看一套可以建六七个卧室的两层独栋别墅 它的室内面积可以达到4500多平方尺 这一套别墅呢它也是一进门 就是一个两层楼高的玄关 现在大家欣赏一下它的玄关和楼梯的设计 玄关之后则是开放式的生活空间 那我们在带大家进生活空间之前呢 先来看一下它这个一进门右手第一个灵活使用的空间 这里呢是被设计成了一个书房的设计 它同时也带一个非常大的步入式的衣帽间 如果是主人居家办公的话 把这里不但可以装成一个书房 而且还有足够大的衣帽间用来做储藏文件等其他一些杂物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往前走 这里是它共一楼共同区间使用的一个半洗手间 还有它的一个直接的步入式衣帽间 接下来就是它整个房子的起居室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起居室和标准的美式厨房是连通的设计 而且两部分呢都有非常大的推拉门一直到室外生活空间 我们在进入厨房之前 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通向车库门的设计 它这里做了一个有一点点像是用来可以做书房这样的隔断 而且是通到厨房里面的带有这样的一个窗 如果爸爸妈妈在家里做饭的话 小朋友在这里做做功课也是非常方便的 这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job zone 然后是通到三车库的这样的一个门 它的三车库标配的是两个开门器 我们接下来回到厨房 给大家讲一讲它这个厨房的标配 在这个小区它的每一个户型设计的 它的厨房都是美食厨房 所谓的美食厨房也就是说 它这里带的是一个抽到室外的抽油烟机 而不是这种挂起来的微波炉式抽油烟机 并且有台面嵌入式的天然气灶台 和吊柜式的烤箱以及微波炉 那么它这个户型的设计还有一个非常大的pantry 用来储藏干货就非常给力 这个小区它的标配里面 实际是不包含冰箱和洗衣机和烘干机的 它的标配是well put的电器 这里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正式用餐厅 而且这个设计就非常棒的 它可以让室内和室外 也就是它样板间选生级做的这样的一个夏日厨房 连通起来 中间是一个用餐区间 所以就非常实用 很多朋友喜欢在家里做一个中式厨房 把室内的这个开放式的美式厨房呢 只是用来做一个油烟比较小的烹饪 那么这个设计就非常给力 它这个后院的阳台也是非常的大 带顶 我们继续回到屋里 去看一下它的一楼主卧套房的设计 这个户型所有室内的门呢 都是八尺高的标配 它的主卧套房面积也非常大 双面带窗带吊顶 采光非常的好 右手是推拉门进入它的主卧洗手间 这里有两个非常大的台下盆和梳妆台 在梳妆台的另外一边呢 就是设计的一个步入室的 无门设计的这样的冲凉房 冲凉房的后面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步入室的衣帽间 它这个衣帽间虽然是在洗手间里面 但是面积是足够给力 这里就是它带隐私门的马桶间 马桶间的对面呢就是我们所常用的那个Linear Closet 遗憾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主卧洗手间没有地方可以放浴缸 那我们上去看看它二楼所有户型和卧室的设计 它这里的楼梯呢也都升级成了复合木板 再加上用这种深浅色对调搭配 所以就看上去非常典雅 而且又容易清理 二楼一上楼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起居室 而且在这个户型它额外升级了一个室外阳台 我们稍后带大家去看 先来看一下它的楼梯右手的这些卧室套房的设计 Polty Homes有非常多非常经典的这种眼镜房的设计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卧室 眼镜房的之一的卧室房 带了一个非常大的布入室的衣帽间 而且它带窗 所以采光非常好 这里也是设计成了一个迪士尼公主房的主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眼镜房的设置 首先是台下盆 中间共用的马桶间 以及冲凉设备和零年closet 直接通向了眼镜房的另一个卧室套房 这里是一模一样的双台下盆洗手间 一个小的布入室的衣帽间 还有一个哈利波特主题的儿童房设计 电解不小 回到起居室 我们来看在起居室的另外一端 它还是设计了一个非常大的影音室 这个影音室的设计呢 在这里设计师把它做成了一个电影房的设计 但是你看得出来它不但带窗 而且带直接推向室外的这个推拉门 如果你把它做办公室的话 采光各方面也是非常棒的 它的这个二楼楼顶的挑高呢 是九尺一 它都装的是八尺高的门 这里它升级的一个红酒柜 而且是半厨房的设计 我们回到客厅看一下它另外一边的设计 在客厅的另外一边 首先就有一个卧室套房 这个卧室套房也带了通向室外阳台的门 然后也带了一个不在洗手间内的衣帽间和sitting area 所以它的面积还是不小的 这里也配有了全浴室 那么浴室总体来说 叫楼下那个卧室套房 就感觉相对小一些 这个阳台呢是面对的后院 如果你选的是水井地块的话 这个阳台的风景就额外的好了 为了充足的使用这个阳台的优势 那么设计师把它三面都带了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区的设计 最后我们带大家看一下二楼的最后一对 卧室的设计 它虽然不是眼镜房 但是也颇有一些眼镜房的味道 那么在楼梯的这一边呢 它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卧室 它还带着自己的衣帽间 卧室的旁边呢 就有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也是带窗 而且这个小区所有的洗衣房 它的标配都有洗手池 这一点还是非常实用的 这里是两个卧室和客厅 可以共用的全浴室 而且它带了隔断设计 所以可以供共多的人同时使用 双台下盆 最后一个卧室的设计 也是双面带窗 采光非常棒 也有一个布务室的衣帽间 面积也不小 看完了房子 我们按照常规 跟大家坐下来聊一聊 我们对这套房子和户型的想法 我们今天带大家看的这套房子呢 它在奥兰多地区非常成熟的老区 Dr. Phillips 这个小区叫做Phillips Group 是开发商是Polty Homes 如果大家对这个区不是很了解 或者说对这个小区想知道更多信息的话 可以参见一下我们上一次 我们的公司专门拍了一个视频 也是它同小区的另外一个样板间 而那个样板间呢 它的主卧是在二楼上 所以如果你喜欢把主卧放在二楼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个户型 同时了解更多相关小区 和这个地区的一些相关信息 这里我们就简单地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对这个户型的想法 这个户型它标准的室内食用面积 是四千五百多平方尺 而且它的卧室数量是从六个卧室起 可以升到七个卧室 所以毫无疑问 这个户型呢 更适合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这样的家庭 它比较棒的一点 就是它把主卧设计在了一楼 而且在二楼也留有一个卧室套房的设计 它的这个眼镜房 它的每一个面积以及它的这种 就是卧室洗手间吸引台的这些位置 都给的非常的大 所以就比较适合家里 人口不但比较多 可能家里孩子年纪都比较大这样的家庭 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喜欢这个户型的话 你可以参见视频下的解决栏 在里面我们会专门地帮大家 罗列这个户型的一些相关信息 比如说小区的地址 建商是谁 它的基础价位是多少 应该准备多少钱 才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房子 建完之后的户型 如果你喜欢水井房的话 在这个小区呢 还有一颗水井地块可以销售 它的这个水井地块 第一块的起价是20万美金 那么再加上房子 再加上其他相关的升级之后 你的预算应该在110万美金以上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户型 也没有关系 记得关注我 我们每周都有不同的奥兰多房产 给你上新 我们下一个房子见 我们下一个房子见